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虚舟 用白话讲就是空船 在撑船渡河的时候 对面如果有一只空船飘过来 眼看就要撞上了 情势虽然危急 但就算是坏脾气的人也不会发火 那么让我们增加一个条件 那只船不是空船 船上有一个人 眼看两船就要相撞 这边船上的人当然会高声呼喊 让对面船上的人赶紧把船撑开 如果连喊两声都得不到回应的话 再喊的时候就一定加着火气和乌言会语了 你看前后两种局面 两船即将相撞的情势是一模一样的 但人的情绪反应却截然不同 庄子的结论是 人生在世就应该把自己变成一只空船 须及以游士 以空船的姿态处理人际关系 这样的话就算威胁到别人 别人也不会怪你 这个道理听上去有点玄妙 如果你都威胁到别人了 甚至已经发生了实际伤害 别人怎么可能不怪你呢 确实可能 只要你造成的威胁和伤害 并没有被对方感到有任何恶意和存心针对 庄子可能没有想到 其实最典型的人间虚州 就是一切都公实公办的政府志愿 如果一名杀手被抓获了 在法庭上得到了公开公正的审判 背叛死刑 杀手啊 通常不会怨恨法官 所以历史上真正把虚州风格发扬光大的 不是道家 而是法家 法家要搞公开明确的条文法 不但禁令森严 而且法律流程竟然有序 整套法律班里 就像一架巨型机器 无论是谁 只要触发了这架机器上的某个按钮 都会自然进入相应流程 在流程里呢 按部就班被一事通人 如果齐国当时已经有了这样的法律机器 田记就算接受审讯 也不会觉得自己被针对了 更不会怀疑齐威王对自己的信任 但齐国的法治建设 显然远没有走到这一步 权力场上还是以田氏贵族为主 而越是国君的近亲 为国家做的贡献越大 就越有篡位的资格 反而齐威王呢 最不会担心邹记谋反 不会介意多给他一些权力和信任 所以在田氏看来 齐威王既然审了问补人和算命先生 自己显然是被针对了 回去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 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孙聘抛出了那个暗藏波澜的大问题 将军可以为大使户 我们看田氏的例子 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权力场上的人总会特别迷信 各种求神拜佛呀 算卦问补啊 阴阳风水呀 实则是在他们的生活里呢 不确定性太高 跌宕起伏太大 患得患失太重 田氏刚刚打赢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场战役 铃铛风光无两 走到哪里都是掌声和鲜花 结果忽然间呢 就要变成阶下囚了 或其夫之所以 夫其或之所福 今天我们给历史复盘 可以从从融融的给田氏算一笔账 他要想自保的话 有利条件有三个 第一 他既是军队主帅 又是长盛将军 在军队里呢 很有威望 第二 军队刚好就在他的手里 正走在凯旋归国的半路上 第三 有孙斌这样的兵法大师 给他出谋划策 不利条件呢 只有一个 让齐国士兵攻打齐国国都 人家呢 未必愿意处理 从战国策的记载来看 孙斌做出的部署 都是很纯粹的战术部署 对人心向背的问题 竟然只字未提 孙斌的方案是这样的 让军队继续保持全副武装状态 安排老弱伤兵的这个士兵呢 守卫一处叫做主的闲耀地带 那里道路狭窄 两辆战车很难并行 守军呢 可以以当时 然后背靠泰山 左邻极水 右翼天堂 军须自众安置在高越 用轻型战车冲进雍门 也就是国都临资城的西门 这样就可以定齐国国君之位 赶走城侯奏祭 孙斌最后那句话 原文是 则齐军可正 而城侯可走 正是这句话的关键词 也是疑难点 通常的理解是 邹记用阴谋诡计把齐威王带歪了 歪就是不正 田记要用武力把齐威王从不正的状态给正过来 这样理解的话 孙斌出的主意呢 就相当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清军策 国君身边的有坏人 国君啊 被坏人蒙蔽了 我们只能一下翻上 把坏人除掉 帮国君呢 回归正途 但也有不同的看法 民国学者金正伟罗列正举 说这里的正啊 相当于定 确定的定 孙斌的意思并不是让田记去 匡政齐威王的失误 而是劝田记推翻齐威王 自己当国君 这样理解的话 一来合乎迅骨 而来呢 能和孙斌前边讲的 将军可以为大事互相呼应 这个解释啊 相当合理 孙斌的全部安排 都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那就是让田记啊 在防备周全的前提下 实施突袭 趁着拥门还没有关闭的时候 猛冲进去 避免费力不讨好的工程战 田记这些年 无论赛马还是打仗 只要听孙斌的话 总能出奇制胜 而这一次有没有听呢 史料相当混乱 战国策说田记没听 最后逃出齐国 到楚国安顿下来 实际呢 没提孙斌的谋划 只在某一处提到 田记带兵攻打林兹 没打赢 逃走了 在另一处呢 说田记攻打的不是林兹 而是齐国边境地带 总之啊 不论打了还是没打 就算守着孙斌这样的兵法大事 田记同朋友斗过邹记 最后啊 只好背井离乡 到国外避难 孙斌呢 作为田记的死党 应该也跟着田记啊 一道跑路了 再看邹记这边 虽然赶走了眼中钉 但心里呢 并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 因为当时的国际局势 人才到哪都受欢迎 何况是田记这样的 长盛名将呢 田记逃到楚国之后 常规选择会有两个 一是任了新老板 从此报效楚国啊 就像吴启那样 二呢 是借助楚国之力 回到齐国 重新掌权之后 回报楚国 若干好处 今天我们最容易理解的 是第一种选择 先前吴启也好 公孙央也好 都是这么选的 走出了一条职业经历人之路 但问题是啊 吴启和公孙央 都是游士身份 无前无寡 这卷起铺盖呢 就能跑路 而田记不一样 他在齐国是国君的 同性亲戚 高级贵族 如果说吴启和公孙央 相当于职业经理人 那么田记 大约相当于 齐国的高管 股东 还是副董事长 所以田记这种身份的人 流亡国外之后 通常会做第二种选择 借外国势力 回国夺权 这个道理 邹记 当然明白 权贵们通常都会有一个难处 那就是 有些心事啊 尤其是脏心滥费的事 不方便明说 必须有心灵眼亮的手下 在新照不宣之后 勇于请营 战国色地载 邹记的门客 杜鹤 哎 他看懂了老板的心思 说自己啊 有办法 可以使田记在楚国 常驻下来 难题出现了 让田记 常驻楚国的话 既不是楚王最想看到的 也不是田记最想要的 只有让田记回到齐国 才能让楚王和田记的利益 同时实现最大化 而杜鹤 要想让田记和楚王 尤其是楚王 放弃最大的潜在利益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解题思路应该从哪里入手